非常高兴今天要来跟大家再谈一下 有关于个人品牌的打造 这个跟我们能不能提早退休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台湾海外市场 我发现有一个网络行销的策略 好像都被大家给遗忘了 那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好我们复习一下 到底怎么样的人需要打造个人品牌呢 基本上我会认为呢 大概这五大类的人呢 应该打造个人品牌 对他们来讲呢是更重要的 赶快看一下你算不算是在这里面 self-employed 自由职业者 自己聘雇自己的人 那你如果说是做自由职业 那你知名度不够 你个人品牌不鲜明的话呢 那你很容易就是低价抢单 根本就没什么生意 没有人找你 然后呢大家没办法从这个任何地方看出你跟他 你跟其他的这种相关的从业人员有什么区别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因为客户是外行的嘛 看不出来 那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很不利 你大概就是价格 对不对 那价格战 那就很可怜了 是不是 所以自由职业者蛮需要打造个人品牌的来区别说 你买保险在我这边买 你买基金在我这边买 你买房子在我这边买 然后呢你这个家里面要做做装修 你来找我会帮你设计会比较好 这个区别在哪边太重要 你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你就是价格战 甚至呢就是没什么生意 那就很凄惨啊 好 公众人物这边讲的公众公众人物呢 除了这个政治家以外呢 还有一些艺人明星啊 甚至呢一些呃职业运动员也算是公众人物啊 因为他们知名度很高 而且你们发现都是靠他们的知名度 靠他们影响力来赚钱的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他如果说没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形象的包装的话 那么他就不值钱啊 他就没有影响力了 那就完蛋了 会掉价的啊 是不是 所以呢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如果说是一个公众人物 那这边我特别提醒 包括明星艺人政治家跟职业运动员啊 都是很重要的 当然了甚至目前一些比较成功的网红呢 呃也许都应该归类到这个地方来 好行业领袖 诶那你会不会觉得 诶这个行业领袖都已经是行业领袖了 还需要打造个人品牌吗 你觉得需要吗 其实当然需要啦 包括我们之前讲的这个阿里巴巴的马云啊 马化腾啊 那或者是董明珠啊 台湾的郭台铭啊 张忠谋啊 是不是 他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的讲话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股价的 有没有 会不会影响 会的啊 那所以说呢 如果作为一个行业领袖 呃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个人品牌知名度 一个形象打造的话 当然对他跟以及整个产业 或者说呢 他所投资的所经营的公司 影响其实是非常的大的啊 好 一些专业人士 一些律师 会计师 医师啊 如果想要自己开业的啊 尤其是想要自己开业 想要赚更多钱了 你不想赚钱 那也许就算了吧 好 那如果说呢 你想要多赚一些钱的话 你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品牌包装的话呢 当然是对你 给你很大的一个加分哦 那因为这个很多的客户来找你的时候呢 哪怕你不是自己开业 也会被指明啊 我就要你们律所里面的某某律所 律师我就要找某一个医院的某一个专家来帮我看病 对不对 那你的生意当然会好很多啊 你的身价会高很多的 这个是很很OK的嘛 是不是 哎 甚至呢一些你希望获得高薪的求职者 你希望获得高薪的求职者 因为既然是高薪嘛 强的人多 对吧 怎么样脱颖而出呢 那你如果说呢 有一个很好的个人品牌的包装 那当然可以给你大大的加分了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 甚至呢如果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海外市场的话 台湾主要呢现在会去看脸书 看你在Facebook上面怎么样去经营 他从那边去认识你呢 比你头的履历呢更有用啊 那海外的部分呢 领英 领英上面的网站啊 你要是没有去经营 没有办法好好弄的话呢 你大概没办法得到很好的工作 会很困难啊 会非常的困难 在海外市场 领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讲到这边 在武大利不知道有没有包含你哦 那你觉得你需要吗 你需不需要打造个人品牌呢 你会发现想要多赚钱就需要啊 你不想赚钱也许不需要 也许不需要 好 那怎么样打造个人品牌呢 有人说就是经营朋友圈 好像讲得有点狭隘 不过呢 这个其实也很对 其实也很对 就是说我们在刚认识一个人 不认识还没有接触 还没有见到人 或者刚见到面的时候 想要再进一步了解他的时候 往往会去翻他的微信朋友圈 或者是说呢 加了他的这个脸书之后 看他脸书的个人账号里面 都是贴一些什么 然后他的相关的好友都是跟谁拍照 然后有没有跟家人拍照 有没有男朋友 有没有结婚等等 这个部分呢 透露出来呢 也是一种个人心意义 也很重要 那包括现在年轻人蛮喜欢的这个 IG啊 或者是小红书啊 这个部分呢都很重要 如果说适当的去经营的话 都会非常好啊 好那你如果用这种方式啊 就是用社交平台 用自媒体的方式 来打造你的个人品牌 他优点是什么呢 哎优点的是这些 这些平台本身就有流量 所以呢 你在上面的流量会比较好 比你自己啊 去经营啊 会更容易得到好一点的流量 然后呢 他的这个互动呢 基本上都很及时 因为他本来就是社交平台嘛 然后呢 很轻易的去 低成本的去做内容的相关分享 基本上呢 不太需要花到什么钱啊 免费或者很低成本 就可以去执行 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 不过他的缺点就是说 你在别人地盘上 就要遵守别人的规则 对不对啊 所以每个平台呢 有不一样的规矩 你要遵守他的规矩 你不遵守他的规矩 可能就怎么样 限流被封号 对不对啊 禁言是不是 就是就有种种的 一种处罚的措施会出来啊 那另外呢 因为这个毕竟呢 就是流量多的地方啦 那当然竞争就激烈 这个也是很难去避免的 当然啦 事实上更糟糕的就是说呢 你不太能够去控制他 就是说也许呢 你有一个帖子 有个很重要的宣告公告 或者很重要的 你很希望呢 来刚来跟你认识的这些朋友 都一定要去看 一定要去认识到 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的 哎 结果呢 很多平台不提供置顶的功能 他不提供 那你就没办法充分的去掌控 你的这个平台上面 所要展现的东西 并不是那么容易去控制他的 所以说呢 你会觉得比较困难一点 管理上比较困难 那另外来讲呢 这个流量呢 很多都是怎么样 比较属于一种叫做瀑布式的 就刷过去流过去了就没了 刷过去了之后呢 几个礼拜几个月之前 更不要说几年之前 那个帖子呢 基本上呢 很难被找到 看不到 所以说呢 很多人都会告诉你怎么办 在公寓的流量 要引导到私域去 对不对 引导到私域去 做私域流量的经营 OK 那就是另外一种补救的办法 好 那这个是在社交平台上 打造你的个人平台的做法 好 那还有一个做法呢 就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掌控权 那是什么 就做个人网站 个人网站 就是掌控权 百分之百在你手上 因为网站是你的嘛 这整个都是你控制的 就是某个帖子 某个公告 某个活动 要再让它出现在上面 在左边在右边 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把它测下来 放到哪边去 这个都是你百分之百控制的 你可以百分之百去控制 你自己的网站上面的 所有的相关的内容 那充分的去展验 你自己的专业的形象 那甚至呢 也比较好去做 关键制的优化 也就是SEO SEO排名会比较好 而且呢 如果说呢 你长期经营下去的话呢 这个是比较长久的 哪怕有一天 某某平台给你限流 某某平台 甚至把你封号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的个人品牌呢 这个已经成功打造了 所以这时候呢 他们只要在相关的搜寻引擎 那个地方呢 找到 或者甚至直接输入你的 网站的名字啊 或者网语 网址名称啊 这直接就可以到 你的网站里面来 就可以找到你 所以你比较不害怕呢 万一被某一个平台呢 给控制住了 甚至有时候不是你不好哦 是他倒掉 有没有 有些时候那是 是那个平台倒掉 你没倒 就平台倒掉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的话 你的资料 你的档案 你的好友 你的人脉关系 全部在上面 天哪 那你损失多大 多恐怖啊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要经营私欲流量 你要有自己的一个个人网站 这样的话呢 会比较好 那缺点的话呢 就是花钱 花时间 花钱又花时间 那不然你至少 你不想花太多时间 那就多花一点钱 基本上可能是这样啊 而且呢 在我刚刚所讲 这网站里面要去控制 你的一个版面的话呢 往往需要若干的技术 往往需要若干的技术 你要是对于网路的一些操控呢 比较不熟悉的话 那这方面来讲呢 可能你会觉得比较困难 比较挑战 那另外呢 就是在流量的经营方面呢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一切都好说嘛 因为你只要有流量 流量好的话 那不是问题嘛 因为容易去变现嘛 那你花钱花时间 OK啊 你值得嘛 那怎么会是问题呢 问题就是在流量 那流量的经营的话呢 其实呢 挑战难度更高 比用这种社交媒体去经营呢 挑战难度更高一些 所以呢 建议可以怎么做 你在初期呢 你可能比较偏重社交平台 在社交平台上面呢 做主要的这个经营 一旦呢 你的这个知名度 你的本事量慢慢慢慢上去之后呢 你应该要有个人的网站 你必须要有个人的网站 你必须要有个人的网站 这样子去承载 去承接你从各个社交媒体 各个平台所引流过来的各种的流量 各种的资源 都把它往那边倒 倒到那边去 然后把它集中起来 这样才是正确的一个做法啊 好 这个是呢 做个人形象网站的一个优点跟缺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举例 以金融保险从业人员为例 你的个人网站应该怎么样去规划呢 来 第一个 当然你要整个有一个专业的设计 不要看起来就很丑 第一很丑 第二呢 各个链接呢 是错误的 打不开的 然后字太大字太小 这个都不好 是不是 所以应该要有一定的专业人员的这个协助 去做这个设计 上面呢 把你的各个个人的亮点 你的个人的相关的介绍 不管是基本的资料 或者甚至呢 你有各种的荣誉啊 各种的证照啊 CFA啊 CFP啊 RFC啊 等等等等 是不是 这些是不是应该让进到你的网站里面的人 第一眼就看到说 哦 这个人好厉害啊 这个人很牛逼啊 是不是 好 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然后接着呢 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要不要做个简介 那当然要 对不对 相关的服务呢 要做一个相关的简介 然后最好如果可以的话呢 把客户对你的评价 把它放上去 把它放上去啊 那给新朋友呢 做一些参考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当然是很重要了啊 然后当然这边呢 也可以有一些 呃 呃原创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些看法啊 写成文章或者做成视频 视频的方式呢 把它发布出来 来展现你的相关的专业啊 更具体的去展现它 我想这个办法是很棒的 那记得把相关联系放放上去 甚至呢做一些预约啊 有预约的系统在上面 这个是很ok的 好 这部分我要特别提一下呢 就是说呃 要不要放电话上去 呃 如果可以应该要放啊 然后要不要放微信啊 或者放其他LINE 或者是呃 WeChat等等 这个要看你的目标用户 就是说你的客户 他比较习惯 或者比较可能用的联系方式 你应该都有 然后把它放上去 主要的放上去就行了啊 那当然以在国内来讲 可能是微信 在台湾来讲 可能是LINE 比较重要啊 那在呃香港可能用WhatsApp 可能更多一点啊 这个就要看每个地区 看你的客户呢 比较喜欢用什么 你就要跟他用一样啊 去做这种相关的设计啊 那做得好的话呢 其实呢 不管呃在呃社交媒体 或者是在个人网站上面呢 都有非常多的成功案例啊 包括我自己啊 我十几年来呢 我很多的客户啊 我的很多的渠道啊 合作伙伴 通通都是从我的网站上面来 然后有若干的资源呢 是从QQ来的 从微信来的 从公众号来的啊 那最近我在台湾的话呢 这个脸书和YouTube 还有TikTok 都有若干的一些本事来咨询 或者甚至呢 来报聘的都有啊 那我想了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那大家呢 一定要把它用起来 不管你是不是做金融保险 这个行业啊 好那网站做好了之后 不是不理他 没那么简单 就好像保险买了之后 不能就不理他 你也不能说基金买了之后呢 他就要怎么样 帮你赚钱赚一辈子 没这回事啊 要管理 要管理 网站也一样 做好了之后很棒 但是呢 要定期的去维护 去管理 包括各种资料图片 文字等等 因为有时候呢 一些资讯会变 那你要去改 对不对 要更新 那要是说 你一进去那个网站一看 哇 2012年 2013年的文章的资料 相关的讯息 你看到 那你还会跟他买东西吗 不会吧 你会怀疑这个网站 还有在经营吗 这个人还在吗 那你不会跟他买任何的东西 不会 所以呢 一定要做相关的更新 然后不断的跟着上时代 你的相关的专业 一定要跟上去 要跟上去 那甚至呢 针对目前最新的税法 或者国家政策 或者一些新产品 去发表一些意见 这个都很重要 应该要把它呈现出来 然后呢 这一点我会觉得很有意思 有一些人呢 真的很奇怪 做了网站之后呢 那个网站是有流量的 是有访客有流量 要来跟他合作 或者跟他买东西的 结果居然呢 他的回复速度很慢 很慢 这个很不好 这个能够及时的 及时就几秒钟以内的 这种最好 这种最好 差一点的你就几个小时 半天一天两天的 那个不好做到生意 因为在网络上呢 他不一定要找你 他也可以找别人 一下子就找到别人了 一下子就找别人了 所以呢 你要是好几个小时 一两天呢 大概你会流失掉 非常多的客户 你会流失掉 这个呢 一定要留意 一定要留意哦 包括我在去年 就是八月份这个时候呢 我想要找一家 保险经济公司来合作 那当时呢 我在网络上呢 就找了几家 那其中我找了第一家呢 那个真的很奇怪 从来不理我的 这样子哦 过了大概五六天呢 有一个工作人 也跟我回复了 然后后来又不见了 这很奇怪 然后呢 他们还甚至要在谷歌投广告 所以我就觉得那家公司的内部管理本身有很大的问题 那个老板愿意花钱花广告费去搬网站打广告 然后呢 我去留言 我去联系了之后呢 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跟进系统 这个呢 都是经营上的一种失败 好 那当然包括整个的流量呢 你都可以去监控 这个其实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 但是你老板或者是你自己呢 一定要站长 本身自己要去注意这件事情 然后相关的这种软件呢 或者系统要更新 没有 没有一定的更新的话呢 也许你有一天呢 你的网站会被一些调皮捣蛋恶作剧的骇客入侵 然后就把你网站给毁掉 那你就全部完蛋了 全部就完蛋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一定要注意到你自己的网站的安全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报告 那还没有加入FIRE运动俱乐部的欢迎加入 好 我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